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好看一些 这个蛋挞真的是我在合成会想吃的第二家 第一家就是袋子 好像没跑了 刚才他本来以为我要三个 然后给我准备了一个小盒子 结果发现我只要两个之后就给我一个袋子 这个是榴莲的酥酥塔 还是热的 这种黄色的完全都是榴莲肉 天哪 啊不 底下会有一点点的蛋挞 蛋挞叶 哇好酥真的 嗯 嗯 我想起来我在济南吃的那个榴莲蛋挞 它的蛋味很好 然后里面也是真的加了榴莲的内馅 但是酥皮做的有点差 他们的酥皮好优秀啊 啊就是有点油 缺点是有点油 好吃 好吃 这个地方是蛋液 这一坨全都是榴莲馅 上面还撒了这种有点类似曲奇的碎粒 嗯 嗯 好好吃啊 嗯 好好吃啊 又酥越有奶香味 又有蛋香味 再加上榴莲的味道 绝妙 但这个油量是真的有点搭 要来试一下新心态 这个是樱桃的 也真的很好看有没有 感觉这个油量会小一些 这个底下就是黄油饼干鸡 会稍微比德式蛋挞硬一点 但奶香味差不多 都挺重的 里面是酸酸的樱桃的味道 好吃 它里面这个内馅 我不知道有没有鸡蛋 是那种慕斯的口感 底下会稍微厚一点 刚吃到内馅的时候 会觉得酸度有点高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酸度 再加上底下那个奶香味 绝了 米冠江曲奇好吃一万倍 留一半留一半 来试一下蛋卷 这个我要的是椰子的 我觉得它们家蛋卷肯定也好吃 看起来是那种特别脆的感觉 特别薄特别脆 看 这种感觉像是楼蓬的一样 我竟然可以吃到椰蓉的那种颗粒感 Amazing 特有椰子 特有椰子 特有薄 好吃 椰子仙人爱了 椰子仙人太爱了 这是什么神仙蛋卷啊 完全颠覆了我对蛋卷那种 会稍微厚一点 蛋香味比较重的感觉 这个就吃进嘴里面 是椰子脆片的感觉 棒 其实没什么蛋味 就是椰子味 一点点甜甜的感觉 它蛋卷一份只有六个 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买团购会 稍微欠点意思 但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是不同于德式那种后蛋茶的好吃 那我们现在去下家店 辣的不能吃我 我这个不能吃辛辣刺激的小朋友 某些人在这里大快朵鱼的时候 开心吗 连那个稍微有一点麻的汤 我都没敢让它蘸 不咋 但是也没啥味道 可能我中口惯了 完全没有吃出来它的麻味 对于我来说 就感觉像是在清水里面煮完 加了一点油 拌了一下 没什么麻味 上面沾了一点这个芝麻 没有了 感觉到最后会微微有盈盈盈盈的麻 我觉得如果蘸它那个麻的料 应该挺好吃的 这家店还行 食材总体是新鲜的 豆结也很大个 绵绵丁是这家 今天的最后一家 我们打算吃一份绵绵丁 然后刚才我还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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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